好 这是来自 等会儿我先把那个背景音乐关一下 这是来自我们上海四区 上海四区跨四的同学 一 这个应该是司马一的一 应该是没写错 咱们先看他装备 魔皇 八鱼套 八鱼套 你这个加十的威力 没有附魔 这八鱼是附魔了两个十八魔宫 听省钱 然后称号合格 这个是十五 十五加五二十五 二十五加八 二十五加八是三十三 三十三算了点数强 他没有负满数强 大家可以看 这是他等于是满配 虽然是他两个装备 补了一点数强 就是说也是省钱的一个办法 装备是达标的 然后是天空套 法杖 光环 宠物 寻找也没有 八鱼的面板就是高昂 这个面板属于正常 现在八鱼带上确实有点变态 什么来不及看 底下会有截图 同学 底下我会给你放截图的 魔皇同学比赛正式开始 魔皇这个职业 我自己没有玩过 他没觉醒之前的技能 我知道 因为有点卡 给你减一秒 本身也是八鱼套 然后这是一个垫墙 就是他没二绝之前的技能 我PK场里面遇见过 然后我多少知道 地虎 加冰宁 给你看 怎么说呢 魔皇这个职业 曾经 可能是说 命中率有点问题 经常出现miss 那现在好像是 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了不少了 而且现在也挺强力的 一个职业 一会儿我们看得出出 这是一个45 一个45 直接就能秒掉 克瑞夫吗 这个一个45 就有点过分了吧 看到一个垫墙 一个垫墙 直接控住门匠 这是接了一个什么 这是这应该是 他二绝之后的一个技能 然后开了宠物技能 这个魔皇 但是呢 你漏了一个 同学 电墙应该是没有CD 摸着那个八月号 这款的CD 确实是个问题 这款这个分身处理了 一下耽误时间了 前面打的都非常好 这应该是他的二绝了 可以看这个二绝的伤害 也是非常爆炸 这一下打分身 打分身 为什么不能用个Z呢 然后 然后又是一个45 直接秒掉了 1分27 失误 失误就 那个 就非常多 但是伤害 确实是非常足啊 我们可以看 我们可以看 这样的魔皇 分身不听话 还有一次机会 确实确实啊 如果分身那会儿 不浪费的话 我目测应该是在 应该是在70秒左右 没有啊 70秒以内甚至 可以 应该